2021年谈SB1签证和怎样保持绿卡有效不作废 保持美国绿卡身份有效 现在比以前要难 最近我们律所听说了若干的例子 绿卡持有人因为疫情等原因离开美国超过一年未能返回 绿卡过期办理SB1签证悲剧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或者要避免这种情况 应当怎么办呢 如果绿卡持有人目前身在美国 那么我们建议提前办理回美证 可以两年有效 这两年里可以不用返回美国并且保持绿卡身份 两年到期还可以继续办理新的回美证 这个申请需要人在美国境内才能提交 一般来说 在提交了回美证申请 并且打了指纹以后再离开美国比较稳妥 从准备到完成手续 前后需要一个月以上的时间 因此如果决定要离开美国 而且不确定什么时候返回 临时想要在临走前办一个回美证使用 或者在离开美国以后才发现有这个需要 往往就来不及了 所以需要提前规划 如果绿卡持有人目前身在美国境外 离开美国还不到一年 根据个人情况 如果能安排 可以考虑短期登陆美国 包括夏威夷 关岛等地都可以 这虽然有一些手续上的麻烦 但是可以避免此后的身份问题 如果绿卡持有人目前身在美国境外 离开美国已经超过一年 或者回美证过期了 但是时间不久 联系了航空公司以后 发现还可以登机 那么 根据自己的情况和需求 也可以尝试入境美国 只要在入境部门 CBP 没有遇到太多刁难 没有签署放弃绿卡的表格 在进入美国以后 一般来说还是可以保持绿卡有效 更多信息请参见我们的文章 离开美国超过一年 怎么解决绿卡和回美证要失效的问题 如果以上都不适用 那么 可以考虑办回美签证 SBE签证 申请人需要先在网上填表 联系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移民部 第一次面谈 看是否符合条件 如果符合条件 则会被要求做第二次面谈 两次面谈时 都需要证明在美国境外预期拘留 是因为反美受阻于 无法控制的特别情况 目前 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 只要提出 我是因为疫情原因 才滞留在中国超过一年 就能把SBE签证办下来 根据我们最近的了解 没有那回事 有一些人的SBE签 正在第一步就被拒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道理 其实想一下就很明显 如果每个人只要办一个简单手续 罚酒三杯 就能把已经过期失效的绿卡重新续上 那绿卡不能离开美国超过一年的规定 还有什么意义 前面提到的很多人 经历了各种麻烦 冒着风险 旅行到美国 为了保持绿卡有效 不就成了白费功夫吗 要是只要随随便便就能把SBE签证办下来 让绿卡重新生效 那对遵守绿卡规定的人 不是一种讽刺吗 那么怎么才能增加 SBE签证的批准机会呢 这个当然因人而异 要看个人的具体情况 我们需要了解申请人的具体背景 然后提出有用的建议 克服障碍 但是至少有一点比较确定 只强调疫情因素 说美国有危险 坐飞机有危险 因为我的年龄或者身体条件 担心健康问题 所以要等到没有危险了才回去 这个是不够的 这不是美国使领馆认为 无法由个人控制的理由 比如说 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 身在美国在各种职位上 工作的各类服务人员 包括美国公民和绿卡持有人 都在疫情期间继续工作 而且也有很多绿卡持有人 在疫情期间 仍然往返于中美之间 如果SBE签证的申请人表示 我要两边的好处都占到 美国疫情严重了 我就先离开 等其他人都经历过风险了 并且疫苗普及了 我再回来打疫苗 这个算计和解释 不管是直白的 还是婉转表达出来的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 或许是人之常情 但是大概不会让 美国签证官满意 绿卡是美国永久居民的身份 意思是在美国定居 把家安在美国 短期离开当然是正常的 而且人各有志 但是比较长期的观望和犹豫 也可能会造成相应的后果 借用圣经里面耶稣的话说 凡在人面前认我的 我在我天上的负面前也必认他 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 我在我天上的负面前也必不认他 目前在一些中文媒体和自媒体上 面对美国疫情的各种描述和负面评价 绿卡持有人 SBE签证申请人 每天都可以看到听到 美国签证官人在中国 懂中文 自然也知道这些 也会对申请人的情况做出判断 我们这里并不是说这种政策是理所应当的 我们只是对实际情况做介绍和分析 就像天气预报说 明天要下雨 并不等于支持下雨 只是对状态的预测 并且提醒读者注意 下雨了要准备好雨伞 或者尽量在下雨前出门办好事情 存在集合里 美国驻华使领馆的各种移民和签证服务 目前大多还没有恢复 这个显然也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 从另一方面讲 如果个人能够提供具体的证据 讲到为什么有特殊情况 而不是指强调疫情因素 或者个人年龄等等一般理由 应当会有利于SBE签证获批 我们可以为绿卡持有人 SBE签证申请人 提供咨询和建议 如果因为个人情况 办不下来SBE签证 那么也还可以考虑重新办理绿卡 比如如果有亲属留在美国 是美国公民或者绿卡持有人 那可以考虑办新的亲属移民 如果个人仍然符合杰出人才 DBE国家利益豁免 NIW或者其他绿卡条件 那么也可以考虑办新的职业移民 凉风起天末 君子亦如何 红艳几十道 江湖秋水多 我们在两年前的文章 杨修绿卡 大时代的移民和安身立命 里面就提到过 如今我们进入了英雄逐鹿的大时代 告别了求田问社的小时代 在天下比较平静的年代 主题是个人奋斗 赚钱致富 书面一点 叫经济发展 专业人士 可以按部就班的找工 升职 买房炒股 发展事业 退休 下一代成绩佳业 但是 到了冲突动荡的时代 就会重新洗牌 孟子里面说 君子之责 武士而展 疫情早晚会过去 已经看到了曙光 生活还将继续 需要提前规划好 更多信息请参见我们的YouTube频道 和微信公众号内容 有疑问可以联系 info at nwmlaw.co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